首先將UPG-301-B3插入您主機板上的PCI插槽 在插入UPG-301-B3自您電腦主機板PCI插槽之後 在第一次開機電腦會出現 歡迎使用尋找新增硬體精靈的視窗 這時候請點選從清單或特定位置安裝 之後點選下一步 請選擇您的搜尋和安裝選項視窗 這時候請將產品安裝光碟放入您光碟機當中 之後點選搜尋時包括這個位置 然後點選右邊的瀏覽 自我的電腦 您光碟機的代號 裡面的UPG-301-B3的資料夾 在裡面的Driver資料夾 指定之後點選確定 回到這個視窗 請點選下一步 出現驅動程式安裝警告視窗 請點選繼續安裝 驅動程式安裝完畢 請點選完成 之後再度出現歡迎尋找新增硬體精靈的視窗 請再點選從清單或特定位置安裝 之後點選下一步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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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包括這個位置 路徑 依照原來光碟底下 The Driver的資料夾 之後點選下一步 再度出現 驅動程式 警告視窗 請點選 繼續安裝 驅動程式安裝完畢 請點選 完成 之後 點選 開始 控制台 進入系統 硬體 裝置管理員 請檢查音效視訊及遊戲控制器 是否有畫面這兩項裝置名稱 如果有 其代表您的驅動程式已經安裝成功了 在驅動程式安裝成功之後 請點選 我的電腦 再找到您的光碟機代號 進入之後 再進入 upg301b3 這個資料夾 再進入 pd1 這個資料夾 請 請執行 請執行 裡面的 setup.exe 這執行檔 出現選擇安裝語言的選項視窗 預設為中文繁體 請點選 確定 之後出現這個視窗 請點選下一步 授權 授權合約的視窗 請點選 是 客戶資訊的視窗 請輸入您使用者名稱 以及公司名稱之後 點選 下一步 選擇目的地位置的視窗 請點選 下一步 這個視窗 請再點選 下一步 此時 系統 詢問您是否 重新啟動 Windows 請點選 是 立即重新啟動電腦 之後 點選 確定 之後 出現這個視窗 請點選 完成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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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